中广论坛 您好 周周好 大家好 天哪 琴姐我们选战已经倒数八天了 对啊 今天不算就七天了耶 哇 太可怕了 真的 自己我们松信的选情 因为很多人关心 我们今天有新人 对不对 松信的选区啊 在台北市是数一数二的 超级战区 大概六个选区都没有像我们 这么可怕 这么难选 这么紧绷的 第一个 因为松信呢 名额少一席 所以我们现在是十个议员 再选就剩九个 还好谢谢呱吉不选啊 要不然我们现任议员立马就掉一个 那呱吉不选之后 我们现任议员还可以有点空间 但是呢 有非常多的党 包括这个时代的力量 新党 还有这个民众党都推出候选人 再加上我们这个选区呢 有三大美女都是超级强棒 第一大美女就是 许巧新 第二大美女是王洪威 第三大美女是许淑华 清姐怎么没有算到自己 那我就第四大美女好了 我们这个选区候选人 女生特别多 国民党提名了五个 三个是女生 民进党提名了四个 也是三个是女生 然后民众党提名一个 姨也是女生 所以美女如云 真的超级难选 真的 不过幸好我们也是有帅哥 对对对 我们国民党有两大帅哥 有这个戴錫青帅哥 还有这个张维元帅哥 我们国民党的男生帅哥 是打败各党的 各党其他都没有帅哥 只有一个五党级 还有一个帅哥叫吴征 其他党 对不起啊 我就说 其他党都没帅哥 没帅哥了 我们最帅是我们台北队队长蒋万 对对对 蒋大帅哥最帅 对啊 那清姐觉得我们这一次市长的选举怎么样 其实我们上一届影案真的是很冤枉 这一次的市长选举 我当然看好了 蒋万动算 事实上我们也觉得 以这个之前的情况 跟现在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蒋万应该是机会非常的大 对啊 还是要靠大家要踊跃的出来投票 对 现在不能讲民调 所以有点闷 那讲了就会罚五十万到五百万 好可怕 对他很小心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说 就整个情况来评估 我们先说这个陈时中好了 陈时中 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喜欢他的人特别多 好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的 好 我们这个候选人呢 一般是说 呃 我要知道你 第二 我要喜欢你 之后才会我支持你 好 所以新人比较吃亏 就知名度低 因此大家不知道他 知道他之后 你要喜欢他 那喜欢他 你可能说我一个选区里面 几大美女 四大美女 我都喜欢 但是你最后要投一个人 对 选一个人支持 如果你连喜欢他都不喜欢 你就很难去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 目前我 我看这个陈时中 他的困境就是说 他的这个 怎么讲 正反两极太强烈了 对 喜欢他的人 呃 有 可是好像不太 不是那么 比例那么高 不喜欢他的人 非常的多 这我觉得是陈时中 他个人 以及民进党 这一次在台北市的 市长选举 遭遇到的 最大的一个困境 是过去 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可是我跟他们 其实没有放弃 大型活动 一直办 然后 脸书经营 其实按赞数也都蛮高 我觉得民进党的 选举的拼劲 斗志 跟他想要赢的决心 是非常非常 强烈的 每一次都这样 这点是国民党比不上的 尤其你看 他们的这个上上下下 大家团结一致 哪里弱 蔡英文就去哪里 去台北 去桃园 去新竹 一趟又一趟 我说实在的 他去的次数 可能比朱立伦还多 对 我讲白了 就是朱立伦 跑我们台北 新竹 或者是桃园 次数 不会有 这个 蔡英文高 你看陈世中 他也很有毅力 我觉得他现在一个策略 我也觉得是他们过去没有的 很棒 这个策略就是 每天晚上庙口开讲 每天每天持续在庙口开讲 有时候一天晚上两场 然后呢 蔡英文几乎常常都到 那相对来讲 其他政党大概没有这样持续的 每天做一件事情 可能每天做很多件事情 但是没有每天持续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庙口开讲的 他第一个 他动员 他把所有人都抠来 然后他还可以搭配他的小机 市议员 第三呢 他可以吸引媒体曝光 因为你有时候 一些这个 跑市场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的行程 媒体不太方便去采访 对 那这个庙口开讲 他等于是 一个证件发表会 定点证件发表会 所以媒体呢 常常必根 再加上他有大咖助选 他每一次都可以在这个 庙口开讲中 讲一点新的东西 不同的诉求 就会上媒体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庙口开讲 每晚都走 十二个行政区的中央庙口 是很厉害的 而且 比方说我是一个庙的主委 他在我的庙开讲过 那是不是 我这个主委觉得予有荣烟 然后呢 那这个庙的所有的信徒 是不是也觉得说 我们庙有被他们选中来做开讲 很重视 对 很重视我们 那庙的这个民间信仰 公庙的民间信仰 他有一些扩散效应 他有信徒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 是我目前观察 民进党过去市长选举也好 其他选举也好 没有的招式 很厉害 对 金姐也有提到 其实您私底下 也认识陈时中很久 我认识陈时中很久了 因为以前 我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牙医工会的顾问 后来我去当立委 再回来当议员 这么多年 我跟我们台北市牙医工会 还有全联会 都保持非常友善的关系 我都是他们的顾问 那陈时中是牙医 所以呢 我们认识很久 后来在阿扁时代 他去当这个 我们的卫生署的副署长 那我当立委 牙医工会很有意思 台北市的牙医工会也好 全联会也好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学校 那有的学校比较蓝 比方说国防的 毕业的可能就比较蓝 有的比较绿 但基本上来讲 支持民进党的牙医 或者医届 总是多数 慢慢慢慢 甚至到七比三 就是比较支持民进党的 医届的 不管是牙医 或者是其他的医科的 占七成 那非绿的 非绿的大概是占三成 过去来讲 每一次 不管市长选举 或总统大选 他们都会各自组织后援会 比方说 这个工会里面 比较支持绿的 就组织一个后援会 帮民进党的市长 或者是总统助选 比较蓝的 会组织一个后援会 帮这个国民党的市长 或是总统助选 那陈思忠就是 过去那个很活跃的 永远组织一帮人 帮民进党的这些选举 去造势 候选人造势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他 虽然大家立场不同 可是因为都在牙医界 我们也做很多的公益 也做很多的这个 法案的一些修正啊等等 所以认识他蛮久的 他是不是其实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就对选举很有兴趣 他是一个民进党的一个铁粉 非常强烈支持民进党的 那他本身过去是没有参选的经验 但是每次选举是无意不语的去助选 所以很投入 他终于自己 终于去坐轿子了 以前都抬轿 对 那黄珊珊呢 秦姐也认识 黄珊珊认识她更久了 她以前是新党的市议员 但是我跟她在市议会 一开始就没有同事 因为她当新党市议员的时候 我已经去当立法委员了 那后来呢 她被新党开除党籍 其实也不能算开除 就是后来她跟新党的一些理念不合 她就离开了 离开了新党呢 也就把她开除了 就是你自我离开之后 他们又把她开除了 然后后来她就加入亲民党 那我之后也在亲民党 那么后来我再回到市议会当议员 也跟她同事 同事了两届半 因为她后来这一届就 做一年就去市政府当副市长 所以呢 也跟她非常的熟识 我们当过这个同党的同志 也当过这个市议员的同事 那后来当副市长呢 我们就变成一个议员跟首长的一个监督关系 对她私底下的 她私底下我觉得她是一个 我们在议会有一个外号 媒体也讲了说她是臭脸山 她就是很酷 没有笑容 那坐在电梯里面呢 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互动 她是律师性格嘛 律师就是大概很冷静 很沉着很稳重 那相对的可能也不是那种 亲和力比较强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印象中的黄珊珊是一个 很有个性 但是呢是 怎么讲 比较酷酷的 冷冷的这样的一个型的 一个名义代表 那她这一次出来选 真的改变蛮大的 对她在阴光幕前 呈现出来的形象 可能很多人有跟她讲说 你很少露牙齿笑 不够亲民 所以她后来呢就改变了 我认识她以前 她天天都穿黑色 都穿深色 现在她天天都穿白色 变白色的力量了 然后笑容也比较多 当然我觉得选举改变是正常的 因为你总要去面对你的选民 然后选民希望你做一些改变 你做改变 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对啊 像除了台北市选情 我们非常关心 其实六都或者是北北基陶 我们这一次都是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那清姐怎么看呢 我们从北北基陶开始 这跟我们息息相关 其实我也很关注啊 比方说谢国良 以前跟我势力法院同事 比方说张善政的桃园 我从小在桃园出生长大 从小到高中 我武林高中毕业的 都在桃园度过 我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 我回桃园教了六年书 在中正理工学院桃园的龙潭 所以桃园呢 有我非常多的同学 然后有很多的这些 从童年到长大的回忆 所以桃园是我真正的出生地跟故乡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挂心桃园 所以对张善政的选情呢 也很关心 那全省来讲 我觉得大概在一个月前 日本有个学者叫小丽媛的 他做的一个分析呢 非常的 当时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精确 现在来讲 好像也不太差 就是说跟实际状况 差距不大 不过他这个分析完了以后 就被绿色的侧意啊 包括某个知名的主持人 骂到臭头 因为这个结果是 对民进党不利 他的分析是 国民党可以拿到15席 县市首长 民进党5席 5党级1席 民众党1席 那他这个5席当中 有一席让大家跌破眼镜 到现在都很担心 他认为民进党会拿到的席次 一个是屏东 一个是高雄 一个是台南 还有嘉义县 另外就是澎湖 澎湖呢 是国民党的赖峰伟当县长 跟前任的民进党籍的县长 陈光复在对打 那小丽媛是预测说是民进党得胜 这点对我们国民党来讲是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的紧张 我觉得也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所以我们要给赖峰伟加油 赖峰伟赖县长好好加油 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 我们希望小丽媛的预测是错的 民进党只拿到四席 对啊 那张三郑的选情其实算是加温的 加得蛮好的 一直往上走 对啊 金姐也是这样觉得 刚开始他这样子的一个被朱立伦提名 大家四处反弹 反弹声很大 那他要去见别人 别人还不见他 但经过了这段时间 我想呢 国民党不管是立委也好 议员也好 地方组织也好 大概大家都已经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整合的挺好的 那再加上民进党反而多灾多难 林志坚被换掉了 换成郑运鹏 郑运鹏其实以前就不太 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强烈的想要出来参选 如果他强烈的想要出来参选 他可能就会去力争排除这个林志坚空降过来 他显然他自己可能觉得他的民调不高 或者他的胜算不高 所以在前一个阶段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郑运鹏他很努力的说 我要当桃源市市长 我要争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是赶压着上架嘛 林正推出来 林正推出来呢 当然民进党经前党之力啊 特别是他们现任的这个市长 郑文灿 郑文灿要交班嘛 如果说接班的不是民进党 表示他这八年的这个施政 没有交棒到民进党的手上 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重创 你既然讲你做的那么好 为什么民众没有肯定的政绩 再选你们这个绿色的执政呢 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 也因此感觉 桃源的这个选举啊 郑文灿比郑运鹏还紧张 蔡英文呢 因为爱乌吉乌嘛 喜欢郑文灿 所以也比这个郑运鹏紧张 那到目前为止啊 当然说郑文灿的这个民调 是输张算正 但是真的输的不多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高兴 交兵必败 民调之仪 对不起 不能讲民调 交兵必败 交兵必败 好险哦 差远被罚五十万 对 那我们讲比较稳定的 像新北跟台中啊 对不对 刚刚那个 日本那个学者研究 就是觉得 我们就稳稳的 其实秦姐都很熟 对不对 两位要连任的市长 对对对 像侯友宜的部分 侯友宜啊 我当市议员的时候 他是我们台北市一个 怎么讲 市警察 市警局下面的一个 市行大里面的一个 小队长吧 类似这样子的 那时候已经是小队长 对对对 那所以我等于是跟他认识 非常多年 后来我当立委的时候 他将警政署署长 那再后来呢 国民党执政以后 他有一阵子呢 就去当这个警大的校长 后来朱立伦请他当桃源的警察局局长 然后再请他当这个新北的副市长 一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公务人员 警察人员 事务官 转为政务官 转为一个行政首长 我也看到他的蜕变 那我想对于警戒来讲 他们是以侯友宜为荣 因为他是这么多年来 警戒出身的人 能够转型为一个首长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那侯友宜有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呢 他的民 这个民间的声望也很高 而且我观察他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 蛮有意思 就是这次我们有做一个 县市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呢 以党团书记长的身份 带着蒋万安 他是我们党团的顾问的身份 去新北 拜访这个侯友宜市长 然后看新北的那个市政建设 为了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呢 侯友宜也开了很多次会 因为他觉得说新北 大部分的这个市政建设 其实是不如台北的 因为台北呢 开放的早 开发的早 资源多 经费多 他就想说 有什么是新北做得比台北好的 可以让台北来看的 他们就选了一个温宰郡 的一个那个 大的重画区 对大的重画区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听简报 最后呢 大家就照相 难免要呼个口号嘛 那我就 我就先跟他们打pass 说我们等一下 讲这个 共创双赢 类似这样的 他就说不要 他说我们就讲 好花做事就好 就是说他不要那么政治 未强的一个口号 他就说我们就讲 好花做事 那当然这个有 一语双关 因为姓猴嘛 他姓猴 猴猴做好事 用台语讲 好花做事 一方面符合 他的一个选举的口号 二方面也比较符合 他一种 不要那么去 用这个政治的语言 就用通俗的语言 去做他的一个诉求 这个当时是给我一个蛮强烈的印象 我想这也就是他的风格 那么也预期就是新北市 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成绩 对 然后另外那个 卢秀燕妈妈市长也 频频来台北合体 帮我们候选人站台 那菁姐跟那个妈妈市长也是旧事吗 我因为在政坛出道比较早 所以每个人都是旧事 我当年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卢秀燕是记者 采访我们市议会的 他是华市的市政记者 每天呢就带着一个摄影记者 采访市议会 所以认识他非常多年 他后来呢 就被华市派到台中去做特派员 当时他去呢 还有点担忧 因为华市想在台中呢 开一个点 因为台中那时候有省议会 有市议会 主要是要去采访宋楚瑜 宋省长的新闻 但是他没有什么人 他就一个人 从台北被发配 带了一个摄影师 到台中去 但是呢 反而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段里程碑 因为他居然在台中 当这个记者采访市议会 认识了他的老公 卢秀燕也是嫁得很晚 他那时候三十几岁才结婚 对我们那个时代来讲也算晚的 他的先生呢 是台中市的议员 他因为去采访就认识他的先生 就跟他先生结婚了 结婚之后 他先生家里呢 也是那个政治世家 后来呢 他们家族就推卢秀燕去选省议员 所以省议员就选上了 卢秀燕做省议员 他的先生呢 就做市议员 那后来费省以后 那省议员呢 很多人就转进去选立法委员 卢秀燕也就在那个 1998年费省以后 1997年费省嘛 隔年 他们就去选这个省议员 包括周习伟啊 刘文雄啊 卢秀燕啊 非常多的省议员 那时候因为费省以后 他们不能再选举了 对 当时也做了一个政治的考量 就把立法院的席次增加 让这些省议员可以来选立委 卢秀燕就选上了立法委员 就跟我当同事 跟我当同事 那我觉得他的先生 我要夸奖一下 他先生很棒 就说 卢秀燕去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先生就退选 宪议员 不再参选 家里就为止 只有一个人当民意代表 他先生就做一个幕后的 好好先生了 先进广告 所以那个妈妈市长的故事是这样 对对对 你要讲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我都有 太奇妙了 讲到明天好危险 对讲故事好 刚刚差一点 一不小心 刚刚就没事吧 小编派下来 所以我说差点要被罚50万 所以他是刚好嫁到一个政治世家 然后他老公 等一下我们接着讲 他老公后来就做家庭主妇 照顾两个小孩 然后他老公后来去读博士 走到学术界 全力支持这个老婆 我觉得这点要讲 因为可以帮他加分 但是我当立委的时候 我们常常 他带着老公两个小孩 我们一起去日本旅游 欢迎回来听台北 我们要继续听琴姐讲 这个妈妈市长的爱情故事 对对对 妈妈市长的爱情故事 真的很让人感动 我们刚刚讲到 后来他去选立法委员 那一个家庭里面 出两个政治人物 在那个时代 后来慢慢被大家诟病 说 这么一代的东西你们家做 所以他们家里呢 就让这个儿子 不再竞选市议员 然后他的先生呢 后来就进入学术界 他去读书 拿到博士学位 就在学术界 全力支持 妈妈市长卢秀苑 我们以前当立委的时候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我们还曾经一起去日本旅游 妈妈市长跟他的先生 带了两个小孩 一起去旅游 讲到这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事 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但是台中的市民可能还记得 卢秀苑很有趣哦 他每次选立委的时候 就怀孕大肚子 他两个小孩 都是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怀孕就捧 挺个大肚子去 拉票 非常的辛苦 但大家看到他呢 都觉得说 哇 这个一定要投他一票 所以妈妈市长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的 真的 对啊 像我们 我们现在 大队长的太太 那房轩姐也是都 推了肚子出来 哇 今天早上 我还跟他去跑市场 对对对 今天呢 蒋太太 挺了一个大肚子 然后去我们 松山的草谱市场 大家陪着他 去拜票 然后又很担心 怕地上滑 还会摔跤 或者大家碰到他 或者是不小心呢 撞到什么 那个 摊贩的 那个桌角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很小心 保护他 那我也觉得 这个 妈妈 出来 大夫出征 真的是很了不起 很精神可嘉 对啊 而且 琴姐是可以讲 这么多政治人物的故事 是因为琴姐 真的很直升 对 在11月初 有一个这个网络温度计 有一个 网络声量的分析 其实你入选这个 从小看到大的台北 资深议员前十名 琴姐是第三名 对 掌声鼓励 也不知道 该鼓励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不然就是 大家从小看到大 但琴姐没什么变真的 有一点点这个余维纹 但是照片 我看那个网络照片差不多 对 网络温度计很有意思 他就做了一个从小 你从小看到大的市议员 第一名是王鸿威 第二名是王世坚 第三名就是我 那王鸿威出道16年 我出道都30多年了 所以是他们的两倍 因此呢 他们大概就觉得 我呢 非常特殊 所以就打电话问我说 你出道那么久 还能够一直竞选 你的这个秘诀是什么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 第一个就是 每一次选举其实都不一样 你不能用传统的方法 来做选举 你到每一次观察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 用适合这个大环境 以及适合你的选民的方式 去打你的选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打选战不是说 我平常就在睡觉 选举到了 我就敲锣打鼓 打选战 如果你是要连任的 你必须要有政绩 就是说你这四年 做的事情 会变成选民决定 要不要再投你一票的 一个标准 新人当然可能用清新的 用一些俊男美女牌 会用一些 我要告诉你 我的愿景 我的理想抱负的 这种新鲜牌 清新牌来打 但是连任的人 你一届一届就是 你每一个阶段 都要做好 你的民意代表的工作 不能够打混 你必须要认真努力的 做一个好的民意代表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节目刚开播 其实除那时候 资纲议员来上 他就一直很感叹 他觉得连任的 真的好辛苦 尤其是连任很多届 要选 真的好辛苦 对 对啊 清洁也有这种感觉 当然因为你做那么久以后 选民看你也看腻了 然后呢 他对你会越来越期许很高 越来越挑剔 就是我今天做了八十分 下次再连任 你可能要做九十分 再连任 他可能又选你 虽然你已经做到八十分 他觉得你 你要做九十分或一百分 所以连任的议员 要一次又一次的 说服选民说 再投我一次 那可能你要付出努力 比新人 长得漂亮 提出一个好的证件 或者网络 薄薄声量 就能够得到选民的青睐 更难 对 可是秦姐 为什么当初会 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出来要重振 我那天碰到赵少康 我还跟他讲一个老故事 他也想起来了 我说这辈子第一次 叫我出来参选的那个人 就是赵少康 他说了什么 当年 那时候赵少康也很年轻 他在当台北市议员 我呢在联合报系 做媒体 我那是联合报系 有个附属的杂志 叫女性杂志的主编 我去采访赵少康 我们的女性杂志 是一个综合型的杂志 里面有名人的专访 也有女性的软性知识 比方服装 发型 美容 医药 育儿 杰出女性的报道 杰出人物的采访 国外新知 国外的流行 一个综合型的杂志 那采访赵少康 我自己是主编 我可以选择 因为我对他很好奇 他那时候是政治金童 那就去采访他 然后采访他就谈谈谈 谈了以后他突然就问我 你有没有兴趣参选 他说他觉得我很适合参选 那当时我是觉得 我完全不想参选 因为那时候年轻 在媒体 然后觉得媒体 这个行业很好 我们也可以学习 成长很多 那我怎么回答他 我已经忘记了 可是赵少康 后来告诉我说 你当时告诉我说 你一点都不想参选 都是一些这个 找不到很好工作人 才去参选 我都愣住了 我过去怎么那么狂妄 那么直接 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的这个志愿 是当联合报的总编辑 希望在媒体界 能够好好的做 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 所以赵少康 觉得我很适合 那后来其实很多人 都觉得我很适合 我们联合报系 好多人出来参选 选市议员 选立委的都有 包括钟荣吉 他以前是我们 联合报的采访主任 包括这个 好几位 现在已经不在了 有一位陈先生 陈春木 他现在不在了 他以前是我们的 市政版的召集人 他出来选市议员 还有高惠宇 他也是当过我们的 这个政治组的组长 我年轻的时候 他当组长 他后来去选立委 选国代选立委等等 那甚至还有一个 纪政 纪政以前是 田径协会的总干事 我们的创办人 王蒂吾先生 是田径协会的 这个主委 因此呢 这些人每次出来选举 大家就亲 就是去帮忙嘛 那他们有的时候 就叫我们去帮忙 做文宣 有的呢 觉得我口才不错 就叫我去助讲 所以我呢 就帮很多 这些我们报系的长官呢 或者是我们报系支持的人呢 去做选举的工作 那他们就觉得说 哎呦 你这个人又会写 又会讲 不错嘛 就又鼓励我出来参选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的志向是在媒体界 以做联合报总编辑为职制 所以都拒绝了 那很多人 包括我们那时候还 我那时候还做台北市党部的文宣委员 帮他们出点子 做文宣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鼓励我出来参选 可是我一直就完全没有兴趣 而且呢 我家里也没有人参选嘛 我爸爸是一个老兵 是个农民 那我妈妈是个家庭主妇 又住在桃园 我是桃园人啊 台北人生地不熟的 我谁也不认识 连个里长是谁 我都不认识 怎么去参选啊 我们完全不是政治 世家 或者跟政治沾点边的人 祖宗八代都没人出来参选过 所以呢 完全不做此业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我年轻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杰出人才吧 很多人就鼓励我啊 那甚至有人来跟我讲说 你很奇怪 人家想参选都没办法 这么多人鼓励你 你还拒绝 就对我来讲 有一点醍醐灌顶的作用 对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所以秦杰那时候这样子 推透了多久啊 一年了 一年多 一年多 后来用一个荣幸案 我等一下可以讲 三个国民党 三个民进党 一人被抓去关 被收押 但是他们怕没有女生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一区只有一个女生 就叫我赶快赶快出来 等一下这个都 稍微讲一下 这样啊 秦杰好像没有讲到这个故事了 那么多年了 人家说八百应该老是了 但是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而且以前我们那时候的女艺员 一区六个区 一区只有一个 而且都是半夫姓的 什么周成阿春啊 什么东西 那都是那种老太太你知道吗 不是老太太 就是那种传统的 国民党的政治家族的女性 对对对 政治世家的女性 被他们提名的 所以秦杰其实是横空出师的代表 鼻祖 对啊对啊 我们那时候是少数了 而且我那时候很厉害 我的选区有十一个现任议员 我一选我第五名 把现任议员都甩到后面了 很厉害 那时候秦杰结婚了 结婚了 我很早我二十几岁就结婚了 你看 我学校毕业没几年就结婚了 欢迎回来听台北 我们要继续听秦杰讲自己重政的故事 其实这么说来 秦杰真的是横空出师重政的一组 也不能说是横空出师 而是一开始从来没有立定志向要重政 莫名其妙误入歧途吧 对刚刚在广告前有讲到 推脱了一年多 你非不得已 对对对 推脱了一年多 一直到荣辛案爆发 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荣辛案的 不过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 那是台北市市议会空前也绝后了一个大弊案 一次收押了六位市议员 三位民进党 三位国民党 很可怕吧 对很可怕 你看看一个议会如果一下子收押了六个议员 假设是现在也是很可怕 更何况以前那个弊案不太多的年代 那有很多的女议员被收押了 这时候那时候距离要提名选举已经没多久了 国民党就很紧张 就又有人来找我说 这个有一些女议员被收押了 收押之后会放出来 还是继续收押 还是说如何 他们就要再找一些年轻的女性除备人才 就又来跟我说 这时候呢 也有其他人说 人家想参选都想得半死 这个努力的很久都没有机会 你那是党部跑来找你 那你居然还推辞 这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吧 可是我在联合报啊 我要去参选 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我就去跟我的老板 我们创办人王提吴先生 去跟他谈 我说党部啊 希望我出来参选 董事长您的意见怎么样 那时候我们的董事长 就说他之前很支持 大家去参选民意代表 慢慢的他对政治很失望 那时候已经是李登辉先生 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当总统 那所以他觉得说 他不希望报社的同仁 再去从政 他希望大家好好留在报社里 为新闻业努力 哎呀那我被老板 浇了一头冷水啊 就觉得很紧张 但后来老板也讲了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别人鼓励你 人各有志 你自己就去努力吧 老板讲了这么一句话 那我去努力还是不努力呢 那后来我就决定说 好吧试试看 我就一边继续工作 一边呢就去参加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那时候是关中先生 当国民党组公会主任 第一次办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我大概从不了政 因为我不是政治世家 我也不是有很多的人 高人在那个支持我 于是呢我就开始参加党内初选 那时候我们的选区很大 包括松山西营内湖南港 现任的议员里面 有议长陈建志 党团书记长秦茂松 还有当了很多届的 陈永德的爸爸陈俊雄 全眉莎的妈妈 县英内等等这些老议员 我们那时候英选名额14个 国民党现任的议员 加上民进党议员 就11个 可是呢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党内初选吧 我就傻傻的 用自己的方式初选 去做文宣 我要跟他报告一件事 我们现在发那个卫生纸包包 面纸 是我发明的 我真的是我发明 当时还被检举 那时候很多人发这个面纸 都是美容院 或者是这个一些 这个美业 就是叫你去美容啊 或者叫你去 剪修指甲 做头发的那种 我们报社呢 就在东区嘛 宗孝东的四段 所以常常有人发这些东西给我 我那时候就想说 这个可以做这个面纸的文宣 为什么不能拿来做 我们的选举文宣 所以我就做那个选举文宣 然后就被人家检举 说我送这个有价物质 再会选 然后我的这个主管就说 人家去那个殡仪馆 才送毛巾呢 你送这个卫生纸 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所以 不会很实用啊 很实用 现在大家都送这个 卫生纸面纸 恐怕很少人知道 当时发明的鼻祖叫秦桧珠 因此还被人家检举说 你送有价物质 面纸一个是好几块钱吧 那时候是会选 这就非常有趣 后来呢 我就党内初选 成绩不错被提名 后来参选 被提名 所以本人就从起心动念 到参选 到当选 前后只有七个月 就变民意代表了 那时候 你姐大概几岁 我三十出头 对 那是很年轻的司议员 对 算年轻的 因为那时候真的还算年轻的 因为那时候新党 我参选的时候 新党还没有 新党后来提了 更年轻的 像一些二十几岁的 黄珊珊 或者是早期还有一个 曲美凤啊 但是那时候 国民党大概都是比较 有一点年纪的 而且国民党很小气 我们六个行政区 六个选区 每个区他只提一个女生 女生的机会很少的 我那个选区 已经有一个女议员 所以人家之前就一直跟我 怎么讲 泼冷水 说我们这个区 不可能再提第二个女议员 所以你别想了 根本就没有你的机会 就算你初选成绩再好 也不会被提名 但还好我觉得 我那个年代 赶得刚刚就是 国民党要转型 你看 观众现在会提倡 国民党要办初选 就表示 国民党开始 重视人才 不再用那种过去传统 黑箱作业的方式提名 而是用公开透明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 我那个时代 也刚好赶上 一个还不错 给年轻人机会的时代 对 所以这样 你看这边有人说 我们很美 要高票连任 是哦 对 谢谢 所以新铁士气 重振三十几年 对 每一次选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每一次都不一样 选举的方式不一样 大环境不一样 国民党 当党主席的人不一样 外界对国民党的 喜欢讨厌也不一样 从这个李登辉时代 到后来是 这个有什么主流非主流 新党出走 再到亲民党出走 后来再到这个李登辉出走 搞台联党 每一切真的都不一样 对啊 像如果听众朋友 在关心情节的脸书 就发现情节也很年轻 选举 对 我看你有拍抖音 好可爱 现在 要去用这个空军吗 那我们 个人呢 不像年轻的这些候选人 他们自己的空军很强大 我们出道的时候都是陆军 哪有空军啊 虽然我是媒体出身的 用现在的话来讲 媒体就是空军 但以前的媒体操作方式 跟现在人人都是媒体 自媒体 又不太一样 以前你要上报纸 上新闻很难 现在我自己家里 就可以生产新闻 每天都可以在脸书上 上新闻 所以不太一样 因此就要去符合这个年轻人 期待 还有呢 每次选举 我一定会去拍一张美美的照片 进到摄影棚拍 这也是我自己的这个传统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选举一定要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 让人家对你的照片有兴趣 他才会认识你这个人嘛 你年轻 你是新人嘛 所以我现在呢 每次选举 我就会进棚去拍美美的照片 那现在这一批的选举照片呢 这一次拍的还不错 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这个是几年前的照片吧 我说不是不是 那是今年六月拍的 你看我跟蒋万安拍的 还能是几年前的吗 所以都是今年六月拍的 不过真的 坦白说是有修图了 但是不是几年前拍的 拜托大家 那秦姐怎么保持活力啊 其实选举真的很辛苦 当然第一个保持活力就是 你自己要保持很好的体力 否则选举是一个很好体力的 我们每天五点钟出门 不是去公园 就是去站马路 就是去扫市场 晚上还要走这个夜市啊 走这个商店啊 走这个选区啊 所以我觉得选举是一个 要有很好的体力的 所以你平常就要锻炼身体 像我来讲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不搞外遇 每天生活正常 那么忙 哪有时间 所以维持一定的体力 第二就是说 我觉得选民不想看一个欧巴桑 也不想看一个糟老头 所以你要让自己 从内心到外形 永远保持年轻 第三个是我从技政那边学来的 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 去参选 我不晓得选举要怎么选 我连握手都不会 我连很害羞的说 我是秦桧 请你投我一票都不敢 我去拜访两个人 一个人叫纪正 他那时候是立法委员 纪正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你一定要保持笑容 因为选民不喜欢看到一个臭脸 或者是说苦瓜脸的人 所以我觉得从他那边得到的 这个就是说 你去拜访你的选民 就算你再累再苦 再觉得这个烦恼多 担心你的选举 你得保持笑容 可是呢 大家想想看 做一个候选人 如果你要扫街 扫个几小时 你要笑几小时 那是多困难的事情 都笑僵了 脸都笑僵了 但是你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很快乐的去告诉选民说 我希望你支持我 我是一个阳光的开朗的人 所以你要保持你的笑容 那有时候我们笑僵怎么办呢 就要赶快自己想办法 按摩 现在戴着口罩 不能做脸部运动 不然我就示范给大家看 怎么做脸部运动 把那个已经笑僵的脸的肌肉松弛 否则你笑得这个很僵 就看起来像僵尸一样 也是很糟糕的 所以要笑得阳光灿烂 是不是那个嘴巴 什么嘟嘟嘟那个 是吗 不是你就是这样子 你的嘴巴就是开合开合开合 就是自动做一些这个 动动你的嘴巴嘛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永远让选民觉得 你不是一个过时人物 老太太老先生 垂垂老矣 你有年轻的心 年轻的头脑 年轻的动作 年轻的为大家服务的一个热忱跟理念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像秦姐现在在 因为在选区这么久 大家跟你都一定觉得老朋友 老邻居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 他的一句话或是一个什么眼神 或让你觉得是一个动力 然后你就是要继续 这种情况好多 比方说我曾经碰过几次 我去拜访这个老荣民 他们看到我就哭了 他们就看到 你是清慧竹啊 我投你多少次了 就看着我 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老朋友 就掉眼泪 还有一些年长的妈妈们 我可能是他们年轻时候认识的 那看到我就像老朋友一样说 哎呀好想念你啊 终于又看到你了 那更有趣的是说 秦桧猪来了没有 秦桧猪来了没有 我说我来了就是我 你是秦桧猪啊 你不是他女儿啊 你怎么是秦桧猪的 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 然后就把口罩脱下来给他看 我真的是秦桧猪 他们以为我是秦桧猪的女儿 保养得很好 选民有认证 我没有去美容也没有去拉皮啊 对 可是现在这个 弄一下其实就是不错 也会不用修片 我怕弄坏了 变马英九怎么办 马英九是弄坏的 马英九他的眼睛有去做一些 那时候有弄个新闻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年纪有一点 以后眼皮会下垂 那必须要把那个多余的眼皮给割掉 弄得好很好看 弄不好呢 就变马英九了 所以我真的不敢去弄 对不起啊马总统 奇怪 怎么好好都说到我 还是我眼睛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因为自媒体多了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可以出来表达他的意见 或许也有一些年轻人想要从政 情节会要怎么鼓励这些年轻人 如果有对政治有参与感的话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出来从政很好 但是我们今年呢 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出来从政 一出现就 好像被人家挖出一些黑底 比方说你过去曾经酒驾 你过去曾经有一些前科 或者是说高宏安 高宏安 这一次被人家说 你过去有一些 这个好像对待助理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年轻人要去从政 是好的事情 可是你必须要扪心自问 你经不经得起检验 因为选举呢 是大家都讲嘛 你不选举 你可能觉得你是个孤儿 一选举你觉得你好多亲朋好友 祖宗十八代都帮你找出来了 所以选举是会要被大众严格检视的 以前还好 以前我就讲了媒体不多 你要让报纸登你一笔啊 不管好的坏的还不容易 现在啊 网络上什么都有 而且他可以匿名的去 把所有资料丢出来 你只要参选的人 或者你现在想要未来从政 你必须先从现在就开始做起 每一件事情都要想一想 要做得好 做得对 你不能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奇奇怪怪事 后面我想参选 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你从政的一个 很大的包袱了 所以要从自己做起 对 对啊 那像秦姐觉得 这次选举选起来 到目前为止 超级无聊 今年的选情很烂 选情很烂 不是不是选举很烂 选情很烂 我觉得 我觉得有几大原因 第一个选情很冷 第二选举没有议题 都在打烂仗 都在打口水战 第一个选情很冷 就是因为这几年的疫情 经济不景气 大家为生活所需去奔波 再加上呢 大家不想去群聚 所以一些群众的运动 群众的活动 没有人参加 那大家为生活所忙碌 对于很多的事情 也不想去关心 再加上选举选太多次了 大家觉得选蓝的也很烂 选绿的也很烂 就不愿意再去相信谁 或者狂热的支持谁 所以选情很冷 第二过去选举 每一个政党 或者候选人 都会提出一些议题 比方说说实在的 早期提出议题的 民进党比较多 比方说提出一些 社会政策议题 劳工的议题 都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 今年从现在到 从过去到现在选举 你听到什么伟大的议题 没有从市长到民意代表 没有一个觉得是 跟我们全民有关的议题 被讨论被提出来 唯一的议题就是假学历 假论文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选举 是没有主轴 没有议题 没有提出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公共的议题 所以这次选举 就是变得超级无聊 对 就跟公共有意的 真的还真的没有 对 完全没有 我还没看过一次 选举选的这么 这么不好看的一次选举 对啊 那其实我们听台北节目 吹声者也是情节 有这个想法 那其实今天 应该算倒数第二集 是 然后到选前职业 那天就是我们的ending 那请姐在最后跟听众朋友 再说说你的理念跟想法 听台北这个节目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一些议员 还有蒋万安 他的一些对市政的想法提出来 我们过去也谈了很多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陪着我们走过 我们也祝福大家 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指导跟监督 对 那我们这个要预告我们的 胜选之夜的活动 对不对 大家可以那个 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可以上脸书关注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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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